所以北京馬上在5月23號5月24號 做了聯合力艦2024的一個 針對性的一個軍演 那這整個事情 我覺得讓華府注意到 狀況不太對 狀況不太對 那透過這個蕭美琴副總統 去了解賴清德的想政府的做法 或者是甚至去制衡賴清德總統做法 現在看來顯然是行不通 我覺得以葛萊怡跟美國政界的關係 他會突然間去講這個東西 一定代表了華府一定程度的意思 華府就要借葛萊怡的口中 向北京去說 真的我們也覺得賴清德總統的做法 讓他們擔心 現在各國最怕川普的就是 他這個有點這個不安排理出牌 有的時候呢 對於相關政策的脈絡 缺乏明確的了解 又喜歡逞強 所以常常可能出現誤判 那第一任的時候 也許還有一些比較資深的文官可以牽制他 可是在第二任的時候 比如說像之前那個 聯邦改造計畫面 要求川普將公務員都換成自己的情形 那表示當他第二任 再有一些比較過激的舉動的時候 也許就不會再有像艾斯培這樣的人去拉住他了 賴清德先生原本主義的海基會董事長應該不是陳文燦先生 但是他也知道就是說在海基會在他剛上任的時候 在一些比較象徵性職位的任命 他也許一開始還不能夠太過的堅持己見 像比如說海基會董事長雖然就如同老師們所講的 在民進黨政府時期 因為所有的決策其實都是操作在行政部門 所以海基會董事長 他其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年固定跟台商吃幾支飯 所以你從某種程度他是個涼缺 是個爽缺 但是是個閒缺 那對於像鄭文燦先生這樣子行政院副院長下來 又還在比較算是比較年輕的一輩 這個時候去當海基會董事長 其實那個等於是一腳踢到樓底板上 等於是流放邊疆的意思 就給你一個良缺 你就給我好好待在那邊 因為我覺得賴清德先生之所以最後決定這樣做 一方面是要回憶民意的要求 民意畢竟還是希望兩岸關係比較緩和 那我覺得背後他也可能考慮了華府的想法 因為你如果真的派一個獨派社長非常明顯的 比如說傳聞中的吳先生去當海基會董事長 那給北京跟給華府的訊息是非常的負面 是非常的負面 所以我覺得他一開始他可能是考量了民意的因素 華府的因素加上蔡英文前總統的一些建議 所以而且對於鄭文蔡先生他也不敢擺到 把他擺到一個有實權的單位 所以好吧 那我就把你擺去當那個海基會董事長 那鄭文蔡先生坦白講在民進黨這一輩面 他算是跟大陸交流應該算是比較密切的 因為他長期擔任那個港澳自由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那再加上他在桃園市長任內的身段比較軟 所以他應該算是民進黨目前這個原本的當權的這一派 這一帶裡面跟大陸關係算是比較好的 比較溫和 比較溫和 所以把他放到海基會董事長 某種程度能夠緩解賴清德先生面對民意 賴清德總統面對民意 特別是華府的一些質疑 但是我真的覺得啦 可能鄭文蔡先生 他可能有點假戲真作 他到那邊原本賴清德先生就是說 賴清德總統是說你在那邊你就安安靜靜的 過你的好日子 不要來威脅我 但是他上升之後也許動作真的多了一點 動作多了一點 然後讓賴清德總統或者是賴清德總統身邊的人 會覺得是說你在這邊把這個冷壓門感覺上想要做得很熱 你是不是打算要再爭取民意的支持 或者是要做給誰看華府看還是北京看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我原本要把你擺到那邊去 是要讓你安安靜靜的過好日子的 但是現在感覺上你好像還是有所圖謀 也許鄭文燦先生沒有這個想法 但是有的時候在別人 在持懷疑立場的人的眼中 就認為是說這個動機有問題 所以因此可能就決定提前動手 因為我基本上認為這一次他去處理這個鄭文燦先生 倒不全然是說擔心他對這個民進黨兩岸政策 造成太大的衝擊 我覺得可能這個事情可能遲早會發生 只是鄭文燦先生最近在兩岸那些動作 可能加速了他們的決策 加速了他們決定提前動手 我是一直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賴清澤總統現在的做法是 他有他深層的堅持 深層的堅持 但是他也知道尤其在剛上任的時候 他還是要回應一下民意還有華府的一個意見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他在一些比較 非核心的項目 他也許會同意最少擺出一些開放的姿態 比如說先前的開放這個大陸的民進來台灣參加活動 或者是說開放一些旅展的試點等等 因為這是非核心的部分 那至於核心的部分開放台灣的團客到大陸 那是不能碰 但是非核心的部分 他就是勉為其難的做一做 回應一下民意的要求 回應一下華府的關切 那在華府比較關注的一些重要的場合 他也可能會比較去表現出一點一點點的妥協 那還有就是有些話他自己不講 讓比較下層的官員去講 比如說最近這個梁文傑副主委 有點改口又回到兩岸 但這個話基本上他由底下來講 他自己不講 那在一些比較國內的場合 他可能就比較率心的做自己 就比較率心的 譬如說先前在這個精神戰力州裡面 大家有注意到他在談了 他都用中國兩個字 他都用中國兩個字 那我覺得現在對華府來講 我覺得華府現在應該是開始 從520的演講之後 就開始感到頭痛 開始頭痛了 對 因為原本 就補充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媒體曾經報導過 在520的前兩天 5月18號的時候 據說當時的總統府 曾經對一些媒體 舉行一個非正式的一個國安簡報 那聽說有兩場 那兩場裡面 雖然不是蕭美琴副總統主持 但他都在場 那在那兩次的簡報之後 其實國內媒體就有傳出來說 520演說有四大要素值得關注 但是當賴總統做完520演說之後 大家會覺得好像跟那時候 傳出來四大要素不太一樣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可能就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消息 確有歧視的話 那真的就代表 其實蕭美琴副總統在 現在賴總統周遭這個國安全 其實應該不能算是核心 應該不能算是 他已經算是在選完之後 已經被批出核心了 對 你看他518他出來作證 跟媒體做簡報 一定有談到就職演說的一些要點 對 媒體後來也報導了 但520的演說內容真的出來之後 發現跟518的簡報內容 好像有蠻多的出入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象徵 那我覺得這個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520就職演說內容 跟美國溝通的部分 我相信蕭美琴副總統 應該是個關鍵 那如果蕭美琴副總統 在作證的那兩場 國安簡報的內容 跟後來就職演說內容 有明顯的出入的話 那是不是蕭美琴副總統 傳達給美方的訊息也是有落差 那這個落差可能導致一個 蠻嚴重的一個狀況 就是美國國務院在520的早上 就職演說開始之前 就公佈了布林肯國務卿的賀典 那這個事情加上520就職演說內容 就被北京解讀為 你華府對賴總統的就職演說內容 你知道但沒有阻止 表示你是鼓勵 所以北京馬上在5月23號5月24號 做了聯合力艦2024的一個 針對性的一個軍演 那這整個事情 我覺得讓華府注意到狀況不太對 狀況不太對 那透過這個蕭美琴副總統 去瞭解賴清德的想政府的做法 或者是甚至去制衡賴清德總統 現在看來顯然是行不通 所以我覺得在五內 在聯合力艦演習的時候 其實美國做了不少的事情 包括剛剛前面老師都講過的 孫喬雅跟古力言 甚至於在賴總統面前去 去談一中政策 那甚至於是說 在華府軍校這個一百年校慶的時候 美國這個不是聯邦軍校 美國這個州的軍校 原本是要辭美國國旗參加分裂式 人都到了 也參加過第一次預言 但正式的時候被取消 那再包括像葛萊怡 最近在外交政策上面的投書 他就開始去講到就是說 華府也許應該要承認是說 賴清德總統目前的做法 讓華府感覺到憂心 也鼓勵是說台灣應該想辦法 跟北京去建立一些秘密的管道 我覺得葛萊怡跟美國政界的關係 他會突然間去講這個東西 一定代表了華府一定程度的意思 華府就要借葛萊怡的口中 像北京去說真的 我們也覺得賴清德總統現在的做法 讓他們擔心 因為現在對華府來講 現在最重要的變成風險控管 變成最重要了 所以他會這麼多的一連串的動作 山東號這一次到這個宮古島南方這邊 大家主要看到是七月九號 但其實我覺得七月十號當天 中共的軍事行動 我覺得其實更具有代表性 因為在七月十號當天 他一共出動了大概六十六架次的軍機 那其中育越海峽中線 或者進入這個台灣周邊空域的 就五十六架次 這個育越中線到台灣周邊空域 這個架次數是創造 是國防部開始公佈相關數據以後 最高的一次 而且在當天他的動作是 他戰機主要分兩批 第一批在海峽中線有二十三架次 其中十七架次包括戰機輔戰機跟無人機 越過中線 而且是同時指向基隆跟左營 這坦白講 這個是對臺作戰這個演練的意味 就非常的濃厚 另外一個機群更可觀 有二十六架次 他是進入西南空域之後 到了臺灣的南方跟東南方 那其中包括了轟炸機 包括了戰鬥機 還有一些可能電針機 或者空中加油機 再加上無人機 這個機群是個非常完整的 叫做體系化打擊機群 是中共空軍的遠征打擊機群 那他到達臺灣的南方 甚至東南方 一般預料是在跟已經在宮古島南方五百二十公里的 山東號的航艦戰鬥群去做聯合演練 這個聯合演練可能是個對抗的訓練 那這個對抗的訓練 本身就是在練所謂的反介入拒止作戰 就是在演練 戰時如何去應付美軍 美軍可能從這個關島方向來支援的一個艦隊 那這個部分 當然是有點是要跟緩太平洋軍演別瞄頭 但是我們也必須知道就是當天共軍這個演習呈現的態勢 同時指向臺灣的基隆跟左營 基隆跟左營 同時又有隻強大的海空兵力出現在臺灣的東部 那其實就是形成一個包夾的態勢 那山東號跟這個進入西南空域的中共的體系化打擊機群 在那個位置 除了可以準備應付美軍的干預 執行反介入作戰之外 更重要是他可以直接打擊 目前國軍在戰時 會在臺灣東部海面的海軍艦隊的戰力保存區 還有我們空軍 暫時會有主要的戰機會進入花蓮的加山跟台東石子山 這兩個基地做戰力保存 那突破第一島鏈進入這個臺灣東南方的這個打擊機群 加上在宮古島南方的航艦戰鬥群 其實就可以直接攻擊我們國軍海空軍的戰力保存區 換句話說共軍是在演練 他希望在武力犯臺作戰的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立刻部署一個強大的海空兵力 從臺灣的東方去捕捉國軍海空軍的主力 希望能夠盡早殲滅掉國軍海空軍的主力 方便後續的聯合登島作戰那個進行 所以七月十號那天的演習 他不但演給美軍看 其實也是在做這個對臺作戰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演練 對臺作戰的一個相關的演練 那坦白講我覺得面對共軍這一連串的 從一月十三號投票結果出來之後 這一連串的這種武力展示 國軍的處置我覺得算是相當的不錯 算是相當的不錯 但是我們也必須知道 中共其實現在做的是一個神經戰跟消耗戰 那國軍在這一陣子雖然應變得相當的不錯 但是其實也開始對國軍的力量 開始造成一些不好的影響 比如說第一個我們的飛行員現在訓練的時間 其實大量的壓縮 因為常常在訓練的過程中 就突然被抽掉去應付這個中共的這個灰色地帶的行為 所以是我們的飛行員的訓練 特別是新進飛行員的訓練 其實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 第二個隨著這種戰備壓力 不斷的提升坦白講 也導致了很多自願役官士兵 在這兩三年內開始大量的流失 像有個統計 從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到二零二三年的六月 隨著中共這個軍事壓力的增加 在這一年半之內 我們自願役官士兵減少了九千七百人 相當於十八個聯兵營 二零二三年申請提前離營的三千七百五十六人 一個呂的兵力了 那這個數字呢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也不過兩千人 等於五年之內幾乎翻倍 所以國軍的表現固然不錯 固然值得國人肯定 但是面對中共這種消耗戰神經戰 坦白來講在國軍內部已經發生了不少的 已經開始出現不少的問題了 現在美國大選的結果是全世界都在看 都非常的緊張 因為拜登如果當選的話 其實對全世界來講 就是天花板跟樓地板是很清楚的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能做是很清楚的 所以比較沒有懸念 比較沒有變數 那現在各國最怕川普的就是 他這個有點這個不安排理出盤 有的時候呢對於相關政策的脈絡 有缺乏明確的瞭解 又喜歡逞強 所以常常可能出現誤判 那第一任的時候 也許還有一些比較資深的文官 可以牽制他 可是在第二任的時候 比如說像之前那個 聯邦改造計畫面 要求川普將公務員 都換成自己的情信 那表示當他第二任 再有一些比較過激的舉動的時候 也許就不會再有像艾斯培 這樣的人去拉住他了 所以我覺得這會令各國非常的擔心 也包括北京也包括台灣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